Doshi-san 她是寶寶了耶 Doshi-san,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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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先給她的訊息一快 沒有來睡午覺 他們在訪問建制人員 在問市場的大幅 對啊,不可以開了 我拿到了這個來自老闆的愛心 我在遠距工作的時候 很喜歡的小東西推薦給大家 大家早安 今天是禮拜五早上 然後呢,我剛一起床就收到一個超級大的消息 就是你們看 Doshi-san她生寶寶了耶 你們記得Doshi-san嗎? 就是我當初大概一兩年前 拍我去東京出差的時候 就是有 就是 那個在我的鏡頭裡面 然後還得到 那個大家的廣泛的詢問 說長得很可愛的那個男生 她生寶寶了耶 我的天啊 然後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也有蠻多寶寶的爸爸 有蠻多父親的 就是已經為人父的同事 然後其中有一個啊 她就說 WELCOME TO THE WHOLE NEW WORLD 放上她家一團亂的照片 這點就是一早的好消息 然後現在是九點 通常我九點的時候會需要開一個城會 不過因為現在就是日本的團隊們他們現在一起去一個活動了 所以今天就九點這個城會就取消 所以我們等一下是九點十五分會有一個公司內部的一個周會 我也是華慎晨 我也是 我也是 飲料 You got one right now? Yes Yes We don't have the water We don't There'll be nothing Electricity Yeah So Pretty bad Zashi-san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Oh yeah Toshi is a new O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everyone But you're in Nasu Right? Yeah Nasu We are Nasu Oh So you didn't see the baby birth? Yeah Yeah But I can't meet a baby On Monday Yeah We have the coronavirus You're not allowed to I think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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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Tiffany Do you wanna go? OK OK 好 Summary 看你有沒有覺得需要討論一下 不過結論上我就是沒有看到有類似的公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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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訊息 現在是12點 三分 我的早上終於結束了 我們從9點半 開始開一個 就是投資的集會 那那個東西是因為我們 就是這幾天日本他們就是出去辦活動 所以就是整個 schedule 就有調整 就 就改成了這個時間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5點的時候 還會一起下班 然後叫做Stand down 這個是我們前幾天老闆他說 因為 就是大家都遠距工作 所以就是新增了一個規矩 然後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我們今天Stand down就是 預計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等一下再跟大家看 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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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點12點38分 我現在要來睡午覺 不能睡超過30分鐘 不然我會進入那個 生眠期 就會醒不太過來 醒來會更累這樣子 所以我睡到 1點10分 好像超過30分鐘了 不過沒有關係啦 好 那就是 等一下見 我們等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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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let's do interview, market, story, maybe some kind of like a fun fluff piece, something with a more fun angle, and then like maybe we cycle that way. Okay, 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but from the Japan side, they are already doing a lot of interviews, like weekly, they are interviewing founders and asking about the market size, and it's about three to five minute readings, are we not putting that into our medium blog? No, we are, but like I said, I don't want to do too many interviews. That's it. Is there a lot of interviews? Hey, do you not shoot? No, not shoot, no, not shoot. No, not shoot, no, not shoot. You can't shoot. No, not shoot. We have not done a meeting today. Today we have another meeting. Oh, really? Then you can't drink a long time. Yes. So sad. I'll help you. 谁说就上班不能喝酒了 这太难了吧 这难爆 没啥一个都没人 我们只是去 有些人还在买 你还在买了吗 对 谁想看你 我是Tiffany Tiffany阿姨 照他爸爸的辈分 你是阿姨啊 对 没有关系啦 我可以 我拿到了这个来自老板的爱心 等下上去拆给你们看 来了 老板的爱心是晚餐 Happy Air 文章 我把它装盘了 你看超美 这个是沙拉 这个是帅子牛 这家真的超级超级好吃 请大家务必去吃 他们现在好像完全不开放内用了吧 所以就是外带跟外送 然后三公里跟五公里之内 好像有满额可以外送 但像我家就是远到不行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叫拉拉姆 然后老板帮忙付运费 谢谢老板 然后今天的晚餐还有鸡蛋 这是我之前做的糖心蛋 然后妈妈煎的牛排 跟鱼 蛤?你吃太多肉了 妈妈结果你今天有去买汤匙吗? 妈妈 在家 在家 我说你今天有去买汤匙吗? 没有 所以你没有出门 还没有 我想说晚上去烤热 去烤烤的时候就顺便去啊 哦 这不要出两次了 对啊 现在减少收了 你干嘛背对我的嘴角 你不想入境吗? 是不是? 你有偶包哦? 你干嘛背对我 你看 屁股那么大 哦 大肚皮 我现在要去楼下跑个二十分钟 我们就是在家楼下的一项事 算是蛮安全的 但是还是会全程戴口罩 真的超热的 所以回来就可以刚好顺便洗澡 这样子 好那我现在就是回来了 然后想要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阵子 我from home 我们公司我觉得很棒的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 呃 我自己一些培养出来的 就是一些维持工作效率跟 生活开心度的一些小技巧 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司是有那个 Stand up跟Stand down 相信大家刚刚有看到 就是上班之前跟下班之前的一个小聚会 那Stand up就是15分钟很快速的 每个人讲一下今天要做什么事情 那有没有需要同事之间谁的帮忙 那Stand down的话呢 就是大家在玩 就是培养一些 可能就是因为我from home 大家其实都蛮寂寞 然后没有人可以讲话 然后彼此之间也越来越疏离这样子 所以就是大家会有一些小题目 就是让大家去猜谜 然后讲一下今天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 然后因为今天是周五 所以老板还有就是买饭给大家吃这样子 觉得真的很模型 那公司的其他规定 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有效的 就是所有的会议都要开视讯镜头 就是有开视讯的话 比较可以确认说彼此的 谈话的时候的那个语气啊 还有就是比较有温度 那我自己在远距工作的时候 在家有几个很重要的小原则 第一个就是上班的时候的仪式感 我自己呢是一定要化妆 就是包含换衣服 化妆跟就是把头发整理一下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比较会让自己就是在一个状态里面 一些我在远距工作的时候 很喜欢的小东西推荐给大家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我的智慧型手表 然后它是台湾的品牌 然后抹脸平价的 那它可以就是记录你的心率 跟那个走路的步数 我觉得在家的时候 我会比较担心自己是不是活动量不够 所以我就会带它 然后还有就晚上去运动的时候会带它 就是让自己尽量在每天 还是可以有四五千步这样的步数 第二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赞的 就是我的升降桌 这其实是我在搬来这一家搬来这里的时候 那本来是因为我常常剪片所以买的 但是后来就是远距工作的时候 就发现真的是太好用了吧 就是站着工作的那个活动量 是比做的工作还要好很多的 然后而且因为其实我前几天就也有收到 很多网友跟我说他们就是做一整天啊 就是觉得状况不好 精神不好 像我自己就是觉得自己比较想睡觉 或者是精神不好的时候 我就会把那个升降桌就是 调成站着 然后站一下其实就会好蛮多的 对 那第三个我觉得大家一定一定要多喝水 在家里啊可能吹冷气什么的 所以就喝水的量会变少 但我觉得这样对健康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是自己是有一个大水壶在家里 之前大家可能在Sine Reflop里面也有看过 另外一个在公司是不同颜色的版本 都是这个850ml的 这个是我在量杯子所买的 所以就是不一定要买这个杯子 但是大家记得要多喝水 然后吃健康的食物 然后可以吃一些维生素D 因为没有出门可能没有晒到太阳 希望大家都可以保持健康 勤洗手 然后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疫情 那如果对于我仿佛有什么意见交流的话 还可以留在下面 那我们这次影片就到这边 拜拜 我们记录一下 今天下一个了 看看这个奥运 好感人哦